兩個人是最針對的螢幕情緒 不好意思 同時在問 怎麼樣 你問了什麼 對對對 你們會有覺得自己是最針對的螢幕情緒嗎 因為那麼受到粉絲跟觀眾懷疑 自己講自己會不會有點噁心 對啊 有點噁心 但是還是覺得是啦 看起來好像放在一起還蠻順眼的 請問最近畢業季來了 可不可以給社會新生一點爭議 妳說要怎麼投資理財 就是從小資女這樣要怎麼開始他們理財的第一步 理財的第一步喔 說真的 因為我其實出社會工作也蠻久 十幾年了 然後一開始我也完全不懂理財 然後好險是有媽媽幫我守著錢 但是理財真的很重要 對啊 然後我真的是到了買房子之後才知道 就是被金錢就是有時候有那種壓力 對對對 然後才會開始覺得 賺錢其實沒有那麼簡單 對啊 但是我相信剛剛出社會也很難有幾個人 可以很快賺到很大筆的金額 然後我是建議如果大家想要投資 我覺得是可以集資的 幾個朋友一起啊 不管是 像我是最比較相信的就是房地產啦 對啊 就是我比較覺得 懶人投資呢 我覺得這是比較 沒有那麼複雜的方法 對啊 就是可以大家一起 就是19歲的時候買了第一棟房子嗎 那最近還有市場的計畫嗎 因為沒有賺那麼多 因為現在房子在太貴了 所以我確實是正在想 因為我聽了一些專家給我的建議 是真的可以找幾個能力都還可以的朋友 然後一起買一個房子 就是先把賺好怎麼分都寫清楚 我覺得這樣就比較不會那麼害怕 壓力那麼大 嗯 現在公司應該安心啊 不是有合作性的事情 她的心情會怎麼樣 她的心情 其實她很專業啊 她都沒有 她就是一直在投入在工作上 對 因為我也沒有去仔細去 想要去聊一些事情 對 主要是自己工作 那你覺得她接下來 你沒有深信任的話 你覺得安心嗎 應該還好吧 所以你都不敢自己這個事情嗎 嗯 也不是說不敢 我覺得 因為我們現在其實這部戲的壓力很大 然後 大家的情緒都很重 我覺得不想去影響彼此的心情 去投入感 然後 盡量可以 我還是會默默地陪在她身邊 然後 她需要的話 還是會給她錄影 這樣 但她目前為止都還好 對 那你公司看到你有沒有想過 嗯 分一個 那個 把她抱抱抱抱很可愛 就是單身療癒 男生 adem cheat 對 男生療癒 單身療癒喔 怎麼樣我沒有聽到問題 對不起 嗯 嗯 她 她 它 我還覺得這一次好像都是為情侶做的 情侶 應該是沒有特定設定 我是真的覺得 唯一女生的立場先講 就是女生把自己顧好 然後再來講戀愛 因為我覺得如果你都不愛自己 你很難去談一場很平等的 然後懂得怎麼愛人的一個戀愛 對啊 所以裡面的東西 可以給兩個人用也可以一個人用 你可以給自己帶水果也可以幫對方帶便當 那沒有情人跟你一起撐雙人傘 就跟姐妹一起撐啊 OK嘛 一個人也很好 對啊 謝謝